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60万 人才缺口超过了百万 这其中有20个职业和制造业是直接相关 你像汽车生产 芯片制造 能源动力 装备制造等等 这就表明我国经济复苏对制造业的人才需求非常旺盛 当然最缺工职业的背后有一个现象 那就是劳动力他都不愿意进入到制造业 那是因为制造业工资太低吗 不是的 有企业负责人说 开出月薪一万五也不见得能招到合格的技工 尤其开出的最高年薪达到了八十万 跟互联网相比并不差 在最缺工职业排行榜上 快递员排名第八 网约配送员排名第十五 不少的大学生 研究生都跑去做外卖 当这个代价 有学者说了 这其实是对高等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 此外很多职业学校 它沿袭着普通大学的教育模式 跟职业技能的培养还有一定的距离 要培养更多的高技术人才 这职业教育就要有明确的方向 跟企业跟行业紧密结合 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 蓝领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也在不断地提升 制造业的人才荒有望得到缓解 面对年轻人都送外卖工人短缺的问题 有人就担心 零工经济的从业者缺乏技能提升的通道 会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遭遇到困境 有学者表示咱也不用太悲观 很多优秀的企业家 他早期也都有艰苦打拼的故事 从个人角度而言 企业家精神和终生学习的能力 是个人成长的最大动力 而从社会而言 则是公共政策要为个人的发展 提供开放竞争流动的这么一个市场环境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第四等级请速度报名 这个等级指的是点评类APP上的等级 这级别越高 点评就越有含金量 大家到了店里就先报暗号 吃完一顿饭就要写一篇精心编制 声情并茂的好评小作文 并附上角度完美 滤镜完美的照片 听到这 估计大家就明白了 这伙人就是拖 作用有两个 营造排队的气氛 再就是刷好评 在这一次的检查中 执法部门发现 当地上百家网红餐饮商家 数十个吃饭微信群 上千个吃货都涉及其中 执法留言说 这种排假队刷评论 那就捞乱了正常的竞争秩序 商家涉及到虚假宣传 情节严重的都构成了犯罪 另外也提醒这些写好评的人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接这样的单子 随时可能掉进到诈骗的坑里 要我说 利用违法手段刷出来的好评 那只是空中楼阁 流量退去 那只能凉凉了 努力改进你的服务 提升水平 才能够让流量变成真正的流量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从去年开始 北京不少路段实行停车电子收费 市民需要在APP上来交停车费 根据规定 一旦欠费 那就要被罚款 那有人就因为欠了一块钱的停车费 就收到了两百块的罚单 节目九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何海波 就针对这么一条停车欠费的罚款规定 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合法性审查建议 他说行政处罚 它讲究一个比例原则 相应的处罚 应该和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 社会危害程度要相当 对于停车预期欠费 你可以征受一定的制纳金 但用行政罚款的手段 来惩治偶然的小额的欠费 那就违背了比例原则 实为不妥 另外 大家欠费的原因 有很多 有的是没有收到欠费的提醒 有的是手机软件有问题 或者是线上交不了钱 很多人并不存在故意欠费 如果一味罚款 那就是不交出 法学教授的这一个建议 得到了全国人大的回复 说已经建议北京方面 调整完善罚款的额度和程序 目前北京交通委 也在拟新的方案 专家就说了 近些年 公众参与到政府决策的例子 是越来越多 他们提出的问题 往往是在生活当中发现的 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这也是公民参与 公共决策和管理的一个途径 教授建议 获得全国人的回应 要我说 只要敢于校征 合理发声 就能够让我们的法律法规 更有合法性 更有温度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最近记者调查发现 在饭圈存在不少PUA话术 就是诱导粉丝 尤其是诱导青少年粉丝去课经 最常见的一类就是 卖惨 虐粉类 在不少偶像的微博超话里 经常能看到卖惨的小作文 将他从小多么多么的不容易 多么多么的努力 最后补上一句 说如果他出不了道 也不会怎样 他只是会温柔的笑着 然后消失在没有光的地方 一些涉事卫生的粉丝 很容易在这种话术下 冲动消费 这第一类 第二类就是权力以赴类 基本上每一次后援会集资 都会告诉大家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一定要权力以赴 还说算钱也是钱 哪怕你只有几十块零钱 几百块 只要全部掏出来 那就叫全心全意的爱 另外还有一类 也是最容易上头的一类 叫攀比集资类 一些明星的后援会 跟其他明星的后援会 PK 比比 咱谁家集资更多 就在前不久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发布公告 这些面向粉丝的 商业集资行为 已经涉嫌违规 可上有政策 它下有对策 粉丝的集资行为 它只是换个马甲 依然在暗地里上演 有业内人士说 饭圈的生意只会变化 不会消失 最根本的呢 还得要端正 粉丝追星的心态 要不说 粉丝集资给偶像扑花路 你可当心 别把偶像和自己 给引上了歧路啊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 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标题 万元汉服一届篮球 还能火多久 前不久啊 汉服登上热搜了 据统计啊 目前汉服的市场规模 已经超过了百亿 在某电商平台上 有一千八百万的消费者 买过汉服 穿汉服出街 那已经成了一件平常事 随时呢 可见衣媚翩翩的汉服爱好者 这汉服到底乐到什么程度 说刚过去的五一 暴涨的订单量啊 让汉服生产商啊 压力山大 几天之内呢 就要出十几万套的汉服 生产商这个采购面料 他都没时间谈价格 直接问有没有货 啥时候能到货 在某汉服品牌官网上 一套汉服 它标价呀 上万 订单多少呢 排到了明年三月份 大家都不差钱啊 这汉服出圈了 相关乱象呢 也就来了 比如抄袭 这种衣服啊 从设计裁剪到花纹配色 比较讲究 设计感更强 有的商家 为了节省他设计研发的成本 直接就把别人的搬过来 在款式啊 绣花上啊 打一些插边球 甚至呢 全盘盗用 即便被罚款 他也不怕 因为他知道啊 被罚的钱 和他挣到的钱一比 根本就不算啥 有业的人士说 现在很多这个汉服商家呀 都是小作坊啊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呢 比较低 行业内 那就应该设立一定的标准和体系 防止以次冲好山寨抄袭 要我说 行业发展呢 也应该和那美美的汉服一样 优雅端庄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浙江宁波一场灯光秀 八千万盏银红灯 营造出极致的田园浪漫 点点灯光 仿佛触手可及的星辰 给游客带来 沉静式的光影盛宴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有一家啤酒水疗中心 顾客泡着啤酒浴 喝着啤酒享受按摩 在这里呢 放松 绝对让你晕乎乎的 接下来是党史天天读 这是一张特别的合影 左边这位叫周文雍 右边这位叫程铁军 这是他们临行前的流影 1927年8月 程铁军接受组织安排 和周文雍假扮夫妻 一起在广州建立了党的秘密机关 开展革命工作 两人的感情是日益加深 1928年 两人同时被敌人逮捕 在狱中 敌人使用了种种酷刑 但他们始终坚真不屈 没有透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 北亚赴刑场前 周文雍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和程铁军拍张合照 照片中两人立于牢门前 神情自落 誓死如归 行刑前 他们决定将深埋在心底的爱情 公布于众 并庄严宣布结婚 刑场上 两人并肩毅力 英勇就义 刑场成为礼堂 枪声成为他们结婚的礼炮 刑场上的婚礼 正如周文雍在牢房墙壁上写下的壮烈诗句 头可断 知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壮士头颅 为党落 好汉声区 为群列 好 欢迎回来 这眼下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 摊主在卖瓜的时候都喜欢这么自夸 西瓜包甜 不甜 不要钱 但最近上海一位摊主居然因为西瓜太甜 摊上麻烦社了 说有一位阿姨在她的这个瓜摊上 买了一个西瓜 拿回家一吃 发现不得了 这瓜太甜了 阿姨怀疑这瓜这么甜 是不是放了糖金 就拿回去 坚持要退款退货 摊主对此是哭笑不得 可怎么解释都不行 阿姨不信 要她把瓜拿去检测 阿姨又不愿意 最后还报警了 阿姨的这一番神操作 把不少网友都看懵了 有人替那瓜打抱不语 说当一个好瓜太难 不甜不行 太甜也不行 到底多甜才合适呢 有网友和那阿姨 也有着同样的疑惑 说太甜的西瓜 背后它会不会 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为了打消大伙的顾虑 有市场监管部门 就专门做了一个实验 实验证明 你想要在西瓜里 注射东西浪瓜 变得更甜 那是不可能实现的 西瓜吃着甜 就是因为它的果糖含量高 由它的生长环境决定的 靠的是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买到了很甜的西瓜 你尽管放心吃 尽管偷着乐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词 Elog E是英文吃的首字母 Elog和当下流行的Vlog 类似 指的是吃货们的专属记录 去了哪家店 吃了什么好吃的 口感如何 环境如何 服务如何 这吃货呀 这吃货呀 都一一发到自己的社交平台上 给其他热爱美食的小伙伴 做参考 也当做自己的美食地图 留了一个足迹 Elog 这是吃货的自我修养 好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文章标题 争议复旦教授喝茶激发人体经络实验 最近一篇论文是引发折疑 叫茶叶激发的人体红外影像显现经络系统 你听这论文的名 这项研究召集志愿者 让他们喝不同种类的茶 然后通过热成像技术 分析人体不同部位的温度 得出一个结论 说不同的茶叶 像什么绿茶 白茶 红茶等等 对应了人体不同的经络 对于这么一个研究结果 有一位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说 中医的经络是复杂的抽象概念 你科学的仪器那是检测不出来的 我们再说回到做这研究的 人家是复旦大学的教授 此前他这个研究基本都在基因遗传领域 曾确定了曹操家族的DNA 如今他出于个人兴趣 来研究这个茶和经络 当然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也引起了商家的注意 那技术就发现 已经有网店把这作为卖点 一款茶100克 它售价是700块钱 今天是第二届国际茶日 这喝茶爱茶 咱也不必计较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其实喝茶就是共品茶香茶运 共享美好生活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面9某短视频平台 发布了一则违规处罚通知 宣布封禁网红英试航的账号 原因是在一场订婚直播过程中 这位网红存在炒作卖货 低俗演戏 虚假宣传等违规行为 这一场直播下来 这个平台收到了23万多条的举报 有消息说 他这一次被封禁的期限 长达23万天 算下来630多年 孙悟空被押在五子三下500年 还没有他被封的时间长 被封号之前 这哥们举办了一场轰动全网的求婚典礼 提前好些天进行预热 扬言要邀请顶级明星到场 为了保证这个直播的热度 甚至炒作 说前女友也会到场 各种乱七八糟的话题 频繁霸占了热搜榜 可没想到最后 求婚典礼成了带货现场 什么香水手机手表 直播几个小时 销售额4600多万 这一场场山寨演出 最终的目的就是一个 带货赚钱 就在前不久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 公布了第八批主播警示名单 40多名主播位列其中 有的是利用情感孩子 进行低俗炒作 有的是发布违背 公序良俗的视频 警示期限是两年 两年期间 各大网络视音频平台 不得为这些主播提供直播服务 网红直播收到 23万多条的举报 要我说 少一些拙劣的表演 还我们一个健康清朗的 网络空间吧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下周一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演论